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伴随着长城的建造需求 住房需求 以及研编商贸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长城脚下建村立寨 将长城变为了新的家园 在现代研究中 相关专家发现 长城沿县的古村落 曾经是长城庞大防御系统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 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 其沿县村落 也形成于不同的地理依托之上 那么古时候 这些村落在整个长城防御体系中 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又给长城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长城北京段是宫卫京市的最后一道防线 历经数百年的军事防御建设 沿长城一带 形成了大量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保寨聚落 其中大多数以自然村落的形态延续至今 2018年 天津大学长城研究团队 开始对名长城全线 进行首次三维测量工作 通过无人机超低空飞行 对长城进行扫描式的连续图像采集 并通过软件处理 生成现状三维模型 当数据累积到六千多千米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一个特殊的长城段落 我们本来只是出于好奇 是我们自己好奇 也是公众的好奇 就是中国的长城爬起来很累 它很陡峭 那最陡峭的在哪 然后就想知道 然后在这个寻找过程中 就发现前五名都在很短的一个范围内 大家都集中在总长不超过16公里的一个区域内 这个特殊的长城段落位于淮柔境内 包括人们熟知的天梯 鹰飞道仰石八灯等 但其中最为陡峭的 则是位于大真玉段长城上 淮柔205号地台西侧的一段墙梯 这段墙体最陡峭的10米 坡度达到了惊人的72度 为什么长城最陡峭险峻的部分 都集中在这里呢 粗浅的解释就是说 第一它有地理方面的自然原因 就是由于北京和内蒙古高原之间 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高差很大 那第二一个呢 它这地质又大多是石灰岩的 所以从高处流下来的水 很容易充实成这种陡峭的山体 这是它自然条件 第二一个呢 就是它在北京的西北 这个位置就在淮柔和延庆的交接点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北京节的左右 西边呢到黄花城 东边呢就是建扣 这一片区域是防守的重点 哪怕是陡峭度已经超过六十多度了 也要秀峭 李哲所说的防守重点 便是怀柔境内的大型树房机构 渤海所成所下制的这片山间平原 明朝时期 蒙古骑兵屡屡南侵边境之地 一旦古北口被突破 骑兵便会直接进地怀柔 这片山间平原 向西是明石三陵 向南直达故宫 若毫无抵抗之力 那么整个京师被攻陷则在虚余之间 因而 明廷在此设立了千户所 担负起内户皇陵 外防敌扣的重任 不过渤海所成坐落平原 四面开阔 先天的防御优势并不明显 周边必须有相应的防御攻势 或天险必用 于是 明廷借助渤海所成周边的天险 加建建扣等多段长城 串联多个山间爱口 形成严密的军事防区 如此显要的军事防区 需要派驻大量士兵 长期驻守全天候寻防 因此 周边需要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 用于协防和补给 资料显示 长城的军宝大度有着屯兵 屯田 为长城提供后勤保障的作用 渤海所成四周的微微群山 守卫了一方安宁 也为守军日常耕作 自给自足 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和优质的自然环境 如今 虽然渤海所成变成了渤海所村 但很多生产生活习惯 却延续了下来 这是直接栗子的 已经都长着形状了嘛 现在像从这个形状到 长成真正的板栗 它大概需要多久啊 九月份 九月份 对 早栗子是八月底有成熟的 大部分都是九月中旬 开始就大盆都开了 长久以来 板栗都是渤海所村的 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据说 淮柔最早开始 大面积种植板栗 就是为了增加军队的粮食储备 直到现在 其区域内还包有 百年食生板栗数 四万余株 如今 渤海所村 把板栗和一道道家常菜 结合到一起 以板栗燕等特色饮食液态 延续着这份长成记忆 明长城军事居落中 未成所成 多旋指在支流与干流的交汇处 河流交汇处的地貌 往往是冲击平原 丘陵或盆地 地势平坦 适于营建规模较大城池 囤住大量兵力 驻地的军宝 则多位于水系支流附近 控制交通要道 位于边防前线的军宝 则多分布在河流发源地 户齐附近 山高路险 已险树方 门头沟地区的边防军事聚落 便是如此 北京西部的大山 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 在地质变迁中 形成了很多纵横交错的沟谷 久而久之 这些沟谷便成为天然通渠 由于地形地势所限 长城墙体与堤台都为单体建筑 各自与山体结合互不连接 因此在门头沟地区 长城大都是断续分布的 其中 黄草两段长城相对连续 而且堤台设置也最为密集 那么总体合起来的呢 这个堤楼它的使用功能 就包括呢 防御性的官望 这种呢 守卫 以及呢 士兵在这休息 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个孔呢 兼顾着 瞭望和呢射击 这样的一些功能 这个射击的位置 为什么是这么低呢 比如说 我就跪在这个姿势 这样子 好 诶 正合适 如果是来犯之敌 距离我们的敌楼 已经很近了 那就用呢 更直接的 比较原始的 这种呢 做的比较球形段的 这种雷石 从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啊 给它投掷出去 黄草两段长城的三号地楼 分上下两层 它们视野不同 均可用作防御和攻击 也可作为武器物资的仓库 上层还可做情报传递结构 那从最远处的这个呢 也是敌楼 跟我们现在这个三号 是构造呢 差不多 它们是形成了一个环形吗 现在看呢 它所在的位置呢 是依靠这几个小的山峰 形成的一个呢 平面有几角的 这么一个呢 形态 主要是为了扩大呢 在上面瞭望啊 守望啊 这样的一些呢 视线 一些视角 根据专家的说法 当地人称黄草两段长城 为七座楼 因为它的城墙上 共设有六座敌台 和一座蜂祸台 用以观察瞭望 侧影防守 这七座楼彼此之间 相距不过几百米 军防攻势如此密集 这段长城的防守区域 有何重要之处 那么从这个地方开始 再一路呢 向西 这就是进到呢 赛上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的区域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在古代军事当中 就属于比较显要的 比较重要的 需要恶守的 这样的一些关爱的爱口 这段长城所处的黄草梁 过去是北京西郊 通往河北怀来 着陆宣化的一条交通要道 早在元代 就在此修建了天津关 派重兵把守 明代 蒙古部族常有此道近略京郊 因而 长越两千多米的黄草梁段长城 在此拔地而起 明亭还在其东侧设沿河城 用以下控居庸关 至紫金关一线的 所有爱口和军宝 那么 与黄草梁段长城守望相助的 山地树房聚落 又是何种样貌呢 串底下村 靠近黄草梁段长城 是古时住房 串里安口的守军居住的地方 也是如今门头沟地区 保存相对完整的古村落之一 其村内完好保留了 明清以来的聚落空间和建筑形致 门敦雕刻精美 砖雕隐蔽独具匠心 壁画银帘笔笔皆是 然而 串底下村的村域面积 只有不到六平方千米 当时的军户 是如何在这样局促的地方 建起六百多间房屋 还建造得如此精致的呢 从串底下村外部看去 家家户户都建有高墙 外面的人难以窥见内部的情况 整个村子几乎处于半封闭状态 不过在高大外墙上 设计有向外伸出的十条 整体排列有序 形似一条栈道 脚踩一层 手抓一层 小心点啊 这个手是有点滑 不要上了 不要上了 前面迈不过去 还是远路返回这样比较好一些 小心啊 小心啊 脚 你等一下 脚好难换过 还要往下 不 还要往下 小心啊 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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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下下下蹲 好好好 好好好 这么陡峭又有一定的危险性 并不是呢 常规性的这个通道 那可能会有一定的特殊性的作用 比如说呢 要搞一点紧急 传达信息啊 搞一点救援呢 类似像这种 这是呢 有可能的 根据专家的说法 这应该是古代士兵传信用的特殊通道 这种独特的设计 也侧面证明了窜底下村具备军事功能 进入村中不难看出 村里的院落随山就势而建 由上至下整齐排列 具有严谨的空间秩序 一开始的房子都是建在村子上边 衣衫而建的四合院 门头沟地区的长城关口 大度设置在山间宫谷之中 一方面是方便以山险为天然屏障 架设防御措施 另一方面是为了能有充足的水源 为后续的长期住房提供条件 其周边半生的军事聚落悬址 也大度如此 不过流水切割形成的沟谷较为狭窄 房屋建在谷底 还会面临被山洪淹没的危险 于是很多山路缓坡 也成为了古人建造房屋开垦耕地的选择 后来随着长城军事功能的逐渐减弱 这些军事聚落才演变成了村落 窜底下村便是如此而来的 廣亮院是窜底下村中面积最大 包存相对完整的四合院建筑 它坐落在村子的最高处 其内部的排布依旧沿袭着 北方传统四合院的结构 通过对廣亮院的整体观察不难发现 这座山地四合院的院路规模 与建筑体量比城区的平地四合院要小很多 各家之间相连相依 邻里之间仅靠一堵上段砌成镂空花样的墙来间隔 村中其他的合院结构也大同小异 如此看来 古人应该就是利用这样紧凑结地的方式 才在不到六平方千米的地方 建起了一个拥有六百多间房屋的村落 可令人疑惑的是 据记载明朝时期朝廷实行严格的军户制度 被确定为军户的家庭需世代为兵不可转集 同时军户实施屯田制 这意味着军户不但需要服兵役 还要依靠耕仲来自养 可这片山地合院建筑群 几乎占据了窜底下村所有的土地面积 没有耕作的空间 村里的粮食物资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周末早上八点 一辆菜车的食物打破了窜底下村的宁静 菜车一周来一到两次 村民们每次会按需采购 原来窜底下村的村民不以耕种为生 所需的物资大多是从外面采买回来的 无论是物资的采买还是建造成片精美的山地合院 都需要相当的财力支撑 窜底下村又是如何累积下这么多财富的呢 这个院子它是一个以前是开垫的 因为它靠着山道嘛 这样开垫就有一些生许马呀就经常出入 然后你看这儿就有一个栓码的地方嘛 这里是山区土地面积比较缺 它就正好把它就降到墙上 这样减少这个占地面积 根据向导的说法 在古代窜底下村以街巷为界 上部为居住区面积小地势高 保留着早期用于军事阶段的特征 下部为商铺 是后来这里一道畅通商贸往来密集才出现的 而窜底下村之所以有此排布 皆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一般长城的关口要道都有着双重作用 黄草两段长城所处的沿河城一线也是如此 这里既是军事重防 也是北京通往河北内蒙古一带的商贸要道 窜底下村随处可见的上马石和拴马庄 印证了这里几百年来车水马龙 商旅繁华的历史 依靠着商贸经济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仅衣食无忧 还有余力将村落建造得更加考究 窜底下村 虽然不能像渤海所成一样大量屯兵屯田 为长城防线提供后勤保障 但是它显要的地理位置 既拓展了沿河城一带的防御纵深 又为后续村落的发展找到了财富密码 历史上相对于战争 维持长城内外正常贸易交流的秩序 才是长城更为重要的职能 即便长城大部分坐落于崇山峻岭之间 其沿线依旧形成了许多服务于交易的空间 比如集市 平谷境内 燕山山脉南路与华北平原北端再次交汇 山险与平原的交错 在这里形成了通往金金纪三地的中枢孔道 明长城北京段东起第一关 将军关再次修建 将军关又成将军石关 关口西侧为金山 山势陡峭无人能攀 只在山凉的凹地建有石墙 与城墙连为一体形成阵势 它是沿着咱们这个山脊来进行的 它也考虑一个成本的一个问题 也考虑一个山势的问题 咱们山险特别多 18千米基本都是山险 占据了咱们整个53.67公里的 34比例还是很大的 就是说它这块修墙体之后 这个地方它就用岩石或山体 就是来当它的那个墙体了 叫山险墙 但是并不说咱们这个山险就不是长城了 山险也是长城 古人修墙 最突出的特点是充分利用地势 借助爱口修关射障 古道关金射卡 敌台传递信息 台地铸成屯军 将自然山险水险和军房设施 融合为一体 这也使得伴随长城出现的聚落功用 皆有不同 在将军官脚下 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靠山集 吸引着四方的生贩在这里交易 会经常过来赶集吗 经常去赶集 带回家留给孩子赶集 咱们这家的大集 人特别 数百年来 靠山集 一直是京津冀三地人们互通有无的重要场所 过去 赶集主要满足物质需要 如今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从秦时明月到九边重镇 从伟大建筑工程到中华文明重要象征 进入新时代 长城被赋予新的内涵 长城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对它进行科学保护 最大限度地保留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 让这些信息能够代代相传 更续利用 是当代人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对于在长城脚下长大的王宝泉来说 长城早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多年来王宝泉组织收集村民老房用的长城砖 并将收集到的七十余块长城砖 全部用于长城修复 我在2022年就是从村民家剪的七十多块砖 2023年时时时就是成员遗址 修缮的时候把这用到这儿了 这个是我在寻查时时 从那个35号地台那边 老乡的院枪拆出来的 两枚石雷 边上有一个凹槽 它这边放上火药之后 把那个引信放这个凹槽里边 这边是你堵上它之后 点招了 然后它都往下攻击敌人 整理一下的 然后汇总 然后再交到我们文物管理所 2020年 王宝泉正式成为了一名长城保护员 经过专家的相关培训 王宝泉对保护长城的工作 有了更科学的认识 现在咱们看到这一个瓦点 它吞出水了 在古时它是拍水设施 做的应该是挺好的 就是现在肯定是 这乘降乘降了 倒成现在这样 现在我拍了 一会儿又上船到 我们那个新查中心去 请点击绿色相机按钮拍照 正在保存照片 保护好 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 离不开人的力量 近年来 长城保护与研究的团队日益壮大 数以万计的长城保护员 接力守望 积极创新 汇集起保护长城和传承文化的坚实力量 万里长城作为一道军事防线 在冷兵器时代 有效地保护了中原农业文明的发展 同时也成为了我国古代农耕和游牧文化 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见证 历经时代的更迭变换 长城的军事功能逐渐削弱 文化象征意义不断丰富 长城的存在造就了其沿线聚落的发展与演变 并形成了一条以长城为中心的长城文化带 一片山水因长城而兴 一方人民因长城而聚 一带村落因长城而起 而今长城已然一米立山巅 长城沿县的村落 如仰着戍边仙人的后代在此繁衍生息 在纷争不止的千万年间 长城高山和河流作为天险 庇佑的一方黎民 如今人们反过来保护长城 不仅是为了留下这道 让世人叹为观止的文物古迹 更多的是为中华民族 保存下这份独一无二的 历史文化财富